我们先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台中 苗栗 彰化 南投宣布了 明天正常上班上课 最新的消息提供给您 那么接下来要带您来关注到 台风天出门真的要避免到山区 来看到有一名女子和一名外籍男子 到台东立松温泉扎营 没有想到因为溪水暴涨 受困在当地 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方立婷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有一名二十六岁的台湾籍女子 和一名二十九岁的外籍友人 昨天到台东的立松温泉 没想到在今天早上要往回走的时候呢 却遇到了溪水暴涨 所以受困 消防局指出目前两人都是安全的 也有保暖衣物手机的电量是充足 但是现场没有讯号 而且又遇到道路预警封闭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画面 下着大雨 而且水势湍急 也有大量的漂浮沫 所以救难人员在无法下水的状况下 只能先用绳索来运送食物 帐篷和行动电源 预计等到天气变好 水位下降后 就会立刻进行救援 以上最新资讯还给棚内 哈喽我是郑慧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